我只去過內糧公園 內糧的話,我只去過內糧公園 相信跟很多人都一樣 大家去到內糧,第一件事是看鹿 第二件事是買手信 很搞笑,當時我們沒錢餵小鹿 跟不上鹿玩 因為你要拿著食物,鹿才會理你 但我有個朋友 因為拿著食物,鹿太興奮了 那隻鹿用他的腳踏著我的朋友的胸 你們知道內糧的物價是整個關西最低嗎 不知道吧 對,全國物價排名是尾四 所以今天我不去內糧公園 不去看鹿 要去三輪看看有甚麼好玩的東西 我記得了,是三輪素麵 經常在日本超市都看到 原來就是來自這裡 三輪素麵還是日本三大素麵之一 它好吃,夠飽肚,又不會太貴 可以說是窮又欣物 這裡周圍都是工場、食店和商店 從來沒有吃過素麵的我 準備要殲滅這裡所有的素麵 進來後完全是兩種感覺 剛才外面還是一個香膠的地區 但進來後很模仿 還有一種高級感 還有少許文青的感覺 進來後已經放了很多素麵 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很漂亮,其實它的包裝很吸引 它有不同顏色 然後我剛才看到這個,超美 Sakura,粉紅色的 剛才我選擇的幾款 其實都是用意大利新鮮 挫榨橄欖油去製作的 剛才我還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為何… 為何這裡會出現意粉 明明這間是素麵店 原來它是一個技術 因為意大利粉是用小麥製作的 素麵也是用小麥製作的 除了有素麵買 還有一些素麵的湯底 如果你吃完覺得好吃 你可以買素麵 再加上這個湯底製作 不過我自己有點害怕 在這裡吃很好吃 但我回到我出手的情況下 有機會會… 變得不好吃 這裡除了可以買麵拿回家煮 外,你還可以在這裡點糖吃 這裡有兩個菜單 這是期間限定菜單 它也有素麵和飲料 就是這樣 這是麥芋汁素麵 這是每天都有的菜單 首先選擇你想要的醬汁 這裡有三款 然後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那款麵 下一步就是選擇麵的種類 可以選擇一個比較粗 一個比較幼 我這個就嘗試點一個 糊塗汁的冷麵 然後這個辣麵就配一個幼一點 然後這個剛才我說的麥芋汁 就試這個粗一點 馬上試了這個熱鬧鬧的期間限定 這個是一個麥芋汁湯底 它聞起來很香 好像有一股辣沙的感覺 不知道是否因為裡面有烏魚子的關係 我先試試 而且上面有一層牛油 我們攪拌的牛油 第一次吃素麵 很美味 我覺得它的牛油是有加成的 它本身的少許麥芋味 再加上牛油是令整件事很香 好,試隔壁的這個合套麵 先攪拌 好像我們平時吃的麻醬麵 這個感覺很爽 我發現我比較喜歡吃冷的素麵 它的合套味 我覺得不算很濃烈 它是剛剛好 因為我第一次吃素麵 然後我發現素麵 吃到口中有每一條很分明的感覺 我本身都喜歡吃柔一點的麵 因為它是極幼的 比我平時吃的麵 很多麵 好吃 我發掘了一個奇趣的景點 就是這個Pancake自動販賣機 本身這間店主要是做流水麵 但因為冬天很冷 少了人吃麵 生意就差了 所以老闆很有想法 發明了這個Pancake自動販賣機 你說脆嗎 我就覺得很脆 我給10個脆 好,看看這個Pancake機有甚麼味道 也有很多味道 它有芝士 然後有朱古力香蕉 然後還有這個 期間限定抹茶牛奶 有很多款式,我也不知道選哪種好 我每樣都想吃 但我沒甚麼錢 那我就唯有選… 朱古力香蕉 你怎麼經常轉 剛才不是芝士 對… 說笑而已 我沒所謂的… 不是,我是想吃芝士 但我忘了它有芝士 當我沒說過,我還是選芝士 為甚麼突然亮起燈 我再給我一、兩個追 芝士還很濃厚 很搞笑 通常自動販賣機都是買可樂 其他汽水 以及我之前買過的牛肉 但Pancake真是第一次見 再多給兩個追 開動 真是濃厚的芝士 而且裡面還有些芝士 老闆說是早上6時起床煮 然後8時就放進去賣 吃完一個 覺得不太夠 很想試隔壁這一步 因為老闆說他做完這一步 發現太受歡迎了 所以他多做一步 但這一步有點不同 這一步是大腹皮的Pancake 裡面一樣,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有紅豆,然後有抹茶 說到抹茶,我當然是… 大家都知道,我當然會選抹茶 其實本來想多吃一個烤番薯 但因為冬天,烤番薯實在太受歡迎 賣光了,沒辦法 抹茶 那種烤番薯 他很濃厚的 為了 很濃厚的綠色 大腹皮 少許通透 準備要把芝士滴出來 芝士滴出來 而且它的忌廉的綠茶味也很出色 原來它是綠茶忌廉 包著紅豆蓉,很美味 其實不得不贊 它的皮真的做得很好,很煙硬 很煙烈,很煙烈 要感受內涼的低物價 當然要來這裡看看食材,感覺到它 在近鐵平群站走過來 Mitsinoyaki也是10分鐘左右 這裡除了有他們的特產賣 有本地的蔬菜 最…最重要的是 冬天才有的士多啤梨 陀梨、塔丘、伊奇 可以吃到很多新鮮的士多啤梨 你說是嗎 很冷靜 謝謝大家的呼呼聲 大家順便呼呼一下平群 因為它是古都華的勝地 非常有來頭 吸引了很多人來狂掃士多啤梨 這就是來自不同農場直送的士多啤梨 而古都華就是2011年登陸的品種 古都華的顏色很鮮明 而且有特別的香味 酸甜還很平均 香港很多高級餐廳 都是用古都華這種士多啤梨 我相信…我不需要說,大家都知道 我想說我9時來到 它8時半開賣 但一進來後,很多位置已經清空了 很誇張,負責人說 今天已經不算誇張 星期六日更誇張 分分鐘兩秒被人掃除 不過幸好還有我想買的士多啤梨 內糧特產,古雪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古雪 它的樣子好像淡雪 但它是內糧出品 但它也是八百元 這個很誇張 之前我聽說買一粒是1500日圓 但這裡便宜了幾倍 看到嗎?很紮實,很大粒 WinWin在現場跟大家直擊 爆買十方 又清瘡 這邊連數三合 連剛剛落成的士多啤梨高樓 都被阿姐買了 剛才看到別人一搭一搭地摸走 就是這一坨 裡面有兩種士多啤梨 就是小雪混合古都華 小雪…我猜應該是淡雪的妹妹 不是看那些小雪,而是吃那些小雪 對不起,我知道有點懶 留意要買到新鮮士多啤梨的季節 是12月至4月才有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裡也有一些來自古都華的特產 就像這個布丁 好像很好吃 它有單個 然後還有士多啤梨酒 然後又有士多啤梨曲奇 又有士多啤梨糖 還有這個,真的要特別說 因為負責人跟我說 這是他們滅千諾駅 生產的古都華士多啤梨醬 這個我真的要買兩個 因為我在外面好像沒見過 古都華巴菲就是這個餐廳的名物 它用了26粒士多啤梨砌 有30厘米,這麼高 不過注意要預約 但是聽說你就算預約 它一開放預約的幾秒 已經被人預約了 就像MIRROR的演唱會飛 超香 它的香氣感覺好像遍佈了這個地方 全都是那種味道 超多汁,超甜 而且它的果肉很紮實 它不是不酸 但它的酸和甜是完全平均的 很好吃 然後裡面有些忌廉和士多啤梨醬 但平時我本身不太… 我只想吃草莓醬 我只想吃草莓醬 我平時不太喜歡草莓醬 因為我很怕草莓醬很假 但它的草莓醬是很清新的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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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吸引 這是標準新鮮的士多啤梨 怎樣看呢?教大家看看釘子 你看到釘子豎起了 好像有露法充觀的感覺 代表它很新鮮 因為這裡的水分很多 令它很脆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教大家看看它的形狀 看不見它呈現了 一個非常漂亮的三角形 所以這個味道已經覺得非常好吃 很緊張,第一次吃這個鼓雪 它是有一種淡淡的清香味 我平時很少吃士多啤梨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買士多啤梨很貴 經常經過超市,我都不捨得買 但今天來到這裡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吃到這麼多 我覺得好像吃了我幾年 吃士多啤梨的份量 一起吃吧,不要拍了 切… 我今天是來親親小動物 這裡除了可以親手餵牠們之外 還可以親手抱牠們 這裡不是一個普通的動物園 這裡是一個爬蟲類動物園 你看我今天穿了很多動物在身上 打算融入牠們 這裡一共分了六個區 雖然範圍小 但除了大約60種爬蟲類 還可以看到兩棲類動物 和大約40種熱打魚 你好,我是你們的新朋友 沒有人理我 出嘴招,我買了治療 其實我以前第一隻寵物是龜 但我也沒有正式餵牠們 因為我以前只放下治療 然後牠們就吃了 我第一次真的給一隻龜菜吃 你好 你有沒有聽過其實龜很快 牠們慢是假裝出來的 很可愛… 而且牠們是否沒有牙 牠們煮的菜 牠的樣子好像吃得很快 但其實牠吃也沒吃到 牠們也是假裝這條形狀 我以前還蛌的菜 看牠們是跑掉的菜 看牠們不濃口 蠻不濃口 看牠們做的菜 我肯膽跟牠們說 你看牠們說 以為是鞋子不順滑 但很順滑 你們以為是招式嗎?不… 是真實的 很可愛 好像平時摸貓貓一樣 感覺嗎 可以摸嗎? 我會想的 很緊張,緊張 很癢 很癢 明明,我今天已經裝成動物似的 你看,我又戴狗仔帽 又有紅啤啤 難道牠們真的以為我是同本 所以對我這麼熱情 很緊張,可以嗎 尾巴打我 其實也不是想像中那麼恐怖 因為之前經常跟朋友聊天 例如說起摸蜥蜴 他們就說 這麼恐怖就不行 但摸到手上,原來也不太恐怖 而且他們其實挺乖 其實樣子挺有趣 除了展示的生物不一樣 這裡每個區的佈置都配合主題 這個迪達迪達區 配合燈光,佈置成叢林秘境 中間還放了一棵生命之樹的藝術品 你看它,擺放的姿勢也比較有氣勢 而乾巴巴區就以橙紅色為主 營造類似沙漠的感覺 剛才走過來的時候 看到很多蛇、蟋翼、魚 但我覺得最有心的是 這間店除了可以看動物之外 還給大家拍攝了很多打卡位 給大家拍攝留念 就像我現在站在這個… Bluh Bluh Kui Bluh Bluh Kui 是否因為魚Bluh Bluh Kui 所以Bluh Bluh Kui 對不起,我先進正題 是因為我想帶大家看這個榮原 雖然這個榮原來自墨西哥 但這裡的榮原 都是在日本出生的 半透明,超美 最後一區就是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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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顧名思義就是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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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裡有很多大家很害怕的 自主、蟑螂、蠍子 看到嗎 這裡很狡猾 特意加多了一塊布 想增加你的恐懼感 然後大家揭起的時候就會很害怕 但因為我本身不太害怕爬重類 不太害怕恐怖的生物 所以我揭起的時候就不會很害怕 看看這個 吃人魚 然後這個蠍子,先看看 我好像很少真的見過蠍子 它躲在一旁睡覺 你們有吃過蠍子布甸嗎 我就有了,即是蠍胎子 蠍子布甸 最後想跟大家看看蟑螂 因為說起蟑螂,其實我是不害怕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害怕蟑螂 在街上一看到就… 跳了毛 但我是不會的 我是非常冷靜的 因為我可以逃手捉蟑螂 先看看 很多,如果有密集恐懼症的人 又怕蟑螂,真的要小心點 為甚麼我說我不怕蟑螂 因為以前我在日本的時候 有人曾經給我錢 去他家裡捉蟑螂 對,逃手捉蟑螂 所以如果大家想我幫你們捉蟑螂 我會收回一萬元一隻 怎樣聯絡我?在社交網站 對,如果大家想聯絡我捉蟑螂 你可以在社交網站和社交網站 順便推廣我的社交網站 底線on.i 歡迎跟我交流 蟑螂的心得 好,我們要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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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